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董事長 拉里·芬赫3月24日表示 俄羅斯侵入烏克蘭的行動 將會重塑世界經濟 並促使企業退出全球供應鏈 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 等於終結了全球化的進程 芬赫指出 COVID-19大流行 已經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趨勢 產生深遠影響 而俄烏戰爭 更加加劇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而是無法預測未來幾十年的影響 而且這種影響不僅限於歐洲 俄烏戰爭的影響 迅速衝擊到整個歐洲 打亂了本來已經緊張的供應鏈 削弱了市場的信心 並推動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飆升 商業調查顯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歐洲3月份的經濟復甦趨勢放緩 相比之下 美國的商業活動就有所回升 標普全球調查顯示 供應樽頸的改善和招聘 令企業產量有所增加 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共疫情封鎖令 亦令供應鏈日益緊張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在3月24日 亦將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由之前的3.6%下調至2.6% 並預計 歐元區經濟增長 只有1.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就將美國經濟增長預期 由3%下調至2.4% 根據台灣經濟學家 優達生和旅美經濟學家 程曉龍分析 終結全球化的進程 主要原因是俄羅斯 優達生和程曉龍都向本台表示 俄烏戰爭的外日效應有限 主要影響是在於 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而且最受衝擊的 還是發動戰爭的俄羅斯 真正出現去全球化的 應該是俄羅斯 優達生向本台記者表示 即使俄羅斯是能源大國 但是俄烏戰爭衝擊後 我們發現 俄羅斯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 似乎沒有我們之前想像那麼關鍵 由某些程度來說 俄羅斯能源的產品 其實是可以替代的 這一點得到北美投資策略專家 麥克森的支持 麥克森曾在3月13日 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這個地球並不缺乏能源 包括石油、天然氣等 能源價格上升 是突發事件打亂供求平衡 所造成的暫時性影響 只要中東地區增加石油產量 油價很快就會下降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3月26日在海灣官員出席的視像會議上 呼籲能源生產國增加產量 防止俄羅斯利用它的石油和天然氣 敲炸歐洲國家 出席會議的卡塔爾能源部長 卡塔爾能源公司行政總裁 薩亞德卡比承諾 卡塔爾將會支持歐洲和美國 即使卡塔爾能獲得更高的價格 也不會減少輸送給歐洲的能源份額 2022年3月25日 美國總統拜登在布魯塞爾宣布 美國今年將會向歐盟 額外供應150億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氣 幫助歐盟擺脫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 優達生向大紀元表示 貝萊德董事長分黑所說的 結束過去30年的全球化 應該是指俄羅斯 而不是全球 俄烏戰爭對其他國家的衝擊應該有限 他認為原料價格上升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 第一主要是央行過度貨幣寬鬆和供應 第二是物流阻塞 第三是俄烏戰爭 前兩個因素都逐漸改善和解決 預計最遲在2022年第四季度就可以解決 而目前持續的影響是俄烏戰爭 這是導致通貨膨脹持續的一個新的因素 優達生分析說 以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和財政條件 加上全球主要先進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 俄羅斯已經沒有充分的經濟能力 來支撐持久戰 旅美經濟學家 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已經有超過一千萬烏克蘭人流離失所 為烏克蘭非戰爭地區和歐洲鄰國 帶來巨大壓力 與此同時俄羅斯也要承受 因為發動戰爭而引起的國際制裁後果 相信俄羅斯過去15年的經濟成就 將會被摧毀 國際金融協會的經濟學家預計 2022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GDP 將會萎縮15% 2023年將會下降3% 而且俄羅斯經濟將會長期承受人才流失 和技術禁令所帶來的損失 除了各國政府 制出制裁措施之外 全球跨國公司和大財團 也紛紛抵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根據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統計 截至3月16日 全球已有超過450家公司 撤出、縮減或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 所涉及的行業 橫跨能源、汽車、金融、航空、礦業、重工業、 資訊技術、商業資訊、回計、物流、娛樂、酒店和零售等各個領域 中歐大學歷史學家庫利科夫向華盛頓郵報表示 我們正目睹一個大型經濟體 迅速、大規模地去全球化和孤立起來 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溫妮、梁欣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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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訂閱、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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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